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4沒有 沒有嘛 那2004的那時候的立委任期是三年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沒有合併 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那2008年有沒有合在一起選 也沒有 也沒有 那理由是什麼 中選會認為看守時間 政府看守時間過長 所以決定不合併 然後2012有沒有合在一起選 有 有 2012合在一起選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最主要還是考慮到整個社會資源 社會成本的問題對不對 那2012年合在一起選是在大禮拜還是小禮拜 1月12應該是大禮拜 大禮拜 這裡寫著說 考量多數工商企業 多於第二週與第四週週六放假 所以決議 投票日定為1月14日大禮拜 然後2016來我請教 2016現在合併選舉的原因是什麼 還是同樣的就是還是社會資源 但是 為什麼在小禮拜 就是說 我們原來預留時間是1月9號或是16號 9號或16號嘛 對不對 後來決定是16號嘛 對對對 那9號 為什麼不是選9號 為什麼選16號 把那個大家 顧慮的那個時間縮短嘛 盡量往後拉嘛 我們現在勞工 每休 每個禮拜休兩天的大概 比例佔多少 差不多48點多啦 不到一半啦 啊 所以有大禮拜 小禮拜的區別嘛 對不對 那你們勞動部是不是做過說希望 我們以後這個不管這個公時有沒有調整啊 希望以後的選舉盡量在大禮拜 你們之前說過嘛 陳部長也說過嘛 避免影響整體的投票率 這是陳雄文部長說的嘛 沒錯吧 沒錯 那為什麼還這小禮拜 剛剛我問的 2008 2012 2016 為什麼標準都不一樣 為什麼 2016決定他小禮拜說 哎 啊 反正不管啦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沒有 2008的狀況 應該是有其他的這個因素 有其他因素 你的新聞稿這樣什麼呢 你的新聞稿這樣什麼呢 新聞稿在這裡有啊 那個我沒看到 那個我沒看到 你的新聞稿啦 那我要問的問題很簡單 為什麼 每一次的合併選舉 與否 標準都不一樣 內政委員會要求說 2016年的1月16 勞動部做專案的勞動檢查 只要有勞 只要有老闆不放假 讓勞工去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通通 依法處理 依法罰款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我們就這樣 來我們等一下寫一個決議啦 我們做決議就算數了 好謝謝 好謝謝 請坐 謝謝 謝謝